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7日 今天是星期六 香港時間 星期六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時事 我是大家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Fox 這一節要跟大家 繼續揭露 這個叫做李輝 這個不是香港的李輝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香港有個叫做太極運動員 叫做李輝 所以我一開始看到 這個新聞 我在想 李輝做了特使甚麼 似李輝 不同 彼李輝 我以為親中教太極 教到可以做戰狼 中國 大使有一個新的歐亞事務 特別代表 叫做李輝 打算在這個5月 就是代表北京 是繼續就着 俄烏的戰爭 進行這個所謂和平的滑船 中國大陸學人搞和平滑船 大家都知道 到底會變成一件甚麼事 中國大陸自己本身 就是侵略者的一部分 侵略者 學人搞滑船 跟俄羅斯一直打你 一直跟你說 我跟你尋求和平 有甚麼分別 分別 少之又少 結果 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 被揭露 原來他想找歐洲 去找歐洲 並不是 要去真真正正搞和平 原來是繼續出來 在做俄羅斯的附庸 在做俄羅斯的代理人 在做 俄羅斯的爪牙 其實 是要 要求烏克蘭 接受 領土被侵佔 中國大陸 派出一個這樣的特別代表 反而是把他 那個親和的立場 其實是叫做火上加油 再表達多一次 我們在繼續詳細分析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的方法 希望 經濟能力容許的聽眾 支持者記得訂閱 尤其是訂閱了的朋友 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想繼續支持 可能要留意 他的系統可能會自動取消 記得可能要重新訂閱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 請大家記得一定要幫忙 這個其實也是挖礦的一種 請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實在是新兼幾職 我們今天也沒有空 因為我們今天要出席 民運人士 在英國倫敦 有 六四的活動 我們今天 會出席相關活動 會見 各方 不同的勢力 包括維吾爾人 西藏人等等 不同團體 我們也會想盡辦法 跟他們繼續交換意見 繼續交流的情況 尤其是現在國際的局勢 大家看到 俄羅斯 也正正式式 組織了反抗力量 我們也是時候 要去研討這件事 我們繼續回來 歐亞事務特別代表 在5月份 就是要去歐洲 搞五國訪問 說北京要提 提出這個烏克蘭和平計劃 聽到想作嘔 好了 華爾街日報 就是做了一個 獨家報導 說這個李輝 跟5個歐洲國家 已經表明了他的立場 以及內疑 內容大致上就是如此 美國在歐洲的盟友應該維護他們的自主 敦促立即停火 立即停火的原因是甚麼 因為烏克蘭要反攻俄羅斯 烏克蘭反攻的時候 他說要停火 俄羅斯進攻的時候 叫烏克蘭投降 你老美啦 現在他就說要俄羅斯 接本了已經佔領了的烏克蘭國土 中國大陸的這些所謂和平談判 就是人家反攻 叫你收屁 叫你放棄 他們進攻的時候 他就叫你烏克蘭投降 你很流亡 中國大陸的所謂和平談判 和平滑船 又是用了和平兩個字來包裝 不如我跟你打架吧 我先打你兩脫 你立即好和平談判 立即停手 切勿還拖 這就是中國大陸 最厚顏無恥的地方 其實跟空姐事件一樣 徹徹底底雙重標準 他們不介意 不要臉就無敵了 尷尬的不是自己 尷尬的就變成別人 這段說話也有點複雜 總之不要緊 他們不要臉就無敵 好像 這句廣東話 比較簡短一點 中國大陸絕對不是在做和平滑船 看準了烏克蘭預備的大反攻 看準了俄羅斯的敗局 出來說要大搞 更加是非常囂張拔湖 跟五個歐洲國家說 要叫這五個國家要去敦促烏克蘭 叫他接受 俄羅斯已經佔領了烏克蘭的土地 根據原本原定的行程 就是會 先去訪問歐洲總部 還有烏克蘭 波蘭 法國 還有德國 然後會在26日最終站走去莫斯科 見莫斯科 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 絕大多數的西方官員 對於中國大陸是不是真誠 搞和平談判滑船 都是表示 極度質疑 實際上中國大陸 不單止不是在搞和平滑船 實際上是在做俄羅斯的代理人 要在 Bargain 在negotiate 俄羅斯的利益 因為俄羅斯 根本就是一個戰敗國 現在是在俄羅斯就來戰爭 徹底 失敗的時候 幫俄羅斯 爭取 霸回來的土地 這個絕對不是和平談判滑船 中國大陸就是如此無恥 她每一樣東西 是拿了最好的字眼 然後出來就是 說自己做中間人 跟林鄭月娥的人渣 出來跟你說要對話是一模一樣 她的對話就是叫你陪她做一齣 讓自己好像是聽 市民說話 實際上就是叫你不要示威 另一方面 警察開槍的同一天 她隻字不提 林鄭的八婆 做的事也是一模一樣 大家應該還記得 林鄭月娥不能放過 太久沒有提這條八婆的名字 告訴你 如果香港有一天 真的 有這個反抗軍出現 第一時間抓到你 就扔你下海了 我們和大家也要嘗試分析一下 中國大陸那麼心急 走去學人搞和平滑船 就是因為俄羅斯實在是失敗得太快 失敗得太難看 其實 我認為中國大陸 現在對於 侵略台灣 可能真的要打退堂股 不過 習近平的為人 和大家也分析了很多次 他根本就是一個無定向風 喪心病狂當然了 他根本就是 就是一個反覆無常的人 他一時 就是超級戰狼上身 一時又覺得要局部妥協 你局部妥協 根本沒有人覺得你真心妥協 其實他這樣做法 就是令到他那些 間不中覺得要妥協 的做法 只是變成了反覆無常 而在實際的外交和國力場上 是一點作用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還是有很大的 機會 和風險 會嘗試去動手 至於會動手到甚麼地步 始終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你一旦動手 你就不可以 再包裝自己 和平統一 又或者 維持 台海的穩定 你一旦動手 哪怕 只是射一顆飛彈 都會是軒然大波 而解放軍 真是能夠戰勝的機會 實在是太低 俄羅斯就叫做有版你看 我們也想跟大家再做一個詳細的政治分析 現在烏克蘭的狀態 當然跟地緣政治也有關係 烏克蘭現在成為了 這個世界上 最重要 民主自由的橋頭堡 因為 他現在 在支持 其他周邊的地方 包括俄羅斯 本土的反抗力量 支持他們 推翻這個 普京政府 我們相信 接下來 烏克蘭 將會在這個世界上 是最大 支持自由 支持民主 的一個最重要 最堅實的盟友 這個看法我們不變 李輝這個就是中共的代理人 他根本 所謂出來滑船是沒有意思的 絕大多數 的歐洲國家 西方政客 都會當他是 純粹的一個 是變形版的戰狼 根本絕對 不會相信他真誠在這裏工作 好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我先講到這裏工作